有战争就有胜败之分 有胜败就会有俘虏 在上个世纪爆发了大大小小许多场战役 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二战 二战最后以德国日本失败而告终 他们的俘虏遍布各国 而各国对俘虏们的态度也不相同 比如苏联直接把60万日本俘虏 拉到了极寒地带干苦力 最终大部分人都没能再回去 澳大利亚战后更狠 直接表示不要赔款只要他们的命 那些女俘虏们则是更惨 女俘虏们无论在哪个国家 等待他们的命运几乎相同 都知道最后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后 加速了二战的结果 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的实力是真的强大 而战场上伤亡最少的也要数美国士兵 尤其是美国女兵更是少之又少 可能是因为美军在当时并没有像苏联德军那样 大肆征召女兵 也有可能是美国那段时间参战的战争非常少 再加上美国战场上的先进武器 这些都是美国士兵很少成为俘虏的原因 即便如此 还是有不少美军大兵落在了对方手里 就比如在海湾战争中 有一名美国女兵被萨达姆的人抓住了 这名女兵名叫马瑞莎 在战场上 她担任的是一名司机 一次运送物资的途中 因为汽车出现故障久久不动 所以引起了当地民兵的注意 于是他们就直接成为了伊拉克民兵的俘虏 成为俘虏后的马瑞莎 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最起码在固定的时间 她都可以拿到一些食物水或者水果 而那些士兵连话都不会跟她说 更别说你会做出什么过分的事了 她自己也想不到 美国士兵成为萨达姆俘虏后 除了受到了自由方面的限制外 没有任何身体上面的伤害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她是幸运的 就算了